今天GIRL PAR TALKS 名利先生 非常的榮幸 我們邀請到一位 我們過往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領域 作為一個彈農 在社群媒體上稱自己為農婦Abby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的榮幸 邀請到他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先讓Abby跟大家說聲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農婦Abby 雖然你又再回到你原先學習的 專業學術的領域就是畜牧業這一塊 可是你帶了一個全新不一樣的角色 來做這個傳統產業 什麼樣的機率讓你決定說 好 我要來做草上奔牧場這個品牌 不知道大家怎麼知道格子龍 格子龍就是養蛋奇這一種籠子 然後它的大小只有A4大 然後 A4而已 對 A4 而且不是一隻雞珠一個A4 是可能兩到三隻 傳統的格子龍 會這樣子 主要的原因就是農地成本高 然後再就是農地成本高啊 其實就是這樣 那大家其實也習慣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一般的消費者不會去接觸到說 你背後怎麼飼養的 但怎麼飼養的 對 對 對 那當然我知道的一些 比如說放牧啊 或是動物福祉人道飼養的概念 是大學的時候就有修過相關的科系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經過了那麼多年之後 台灣其實還是這樣子的比例 大部分甚至九層以上都 都還是這樣子的飼養模式 嗯 所以 因此我就覺得說 或許我們可以 我 可以 就是為這個產業做點什麼 嗯 雖然很小的力量 但是 如果我是自己經營 那我又有一些 社群媒體的幫忙的話 那或許 我們可以把這些背後的故事 給宣傳出去 然後 也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 農業是有進步空間的 然後 我也參考了 就是 當時大學的時候 修一些科目 動物福祉這部分 歐盟走得很前面 那他們怎麼做的 我們可以follow到哪邊 其實在歐盟的話 他們2012年 就全面廢止鴿子龍飼養 就是法律制止 12年就開始了 對對 但是他們是用 就是鴿子龍嗎 A式的 就是不能用這種飼養方式 然後你可以用大一點的龍子 甚至有一些叫福利龍 對他們可以在裡面有一些 他們 天生的一些行為模式 可以自然的展現 雖然還是在龍子裡 但是至少我們有進步 那他們在2025年就是要 全面的無龍 哇 嗯 對這都是我覺得 我覺得 看到別人做得更好 就會 讓我覺得 嚮往 然後 覺得 他們做得到我們應該也好 嗯 想要 請 走跳的不同領域 如今找到一個自己 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創了 早上奮墓場的Abby 給我們現在正在收聽的聽眾 有沒有一段勉勉的話 或者是建議 想要分享給他們 嗯 我覺得 就是成就感這件事情 是除了金錢之外啊 可以為工作注入更多動力的元素 那如果 如果你覺得 你的工作 現階段不被大眾所重視或認可 就比如說 像我現在從事的農業 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是比較低階的產業 那 何不 你就想辦法讓大家知道你的工作的重要性呢 不要被動的讓別人去 評判你 然後你可以主動出擊 讓你的重要性被別人所看見 那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得到很成就 你覺得你的Girl Power 你秉持的努力精神是怎樣 我覺得我的Girl Power是 一直追求讓我心跳加速的事情 在之前的工作經驗中 就是每跨一個領域 其實我都把它想成是一個 令我心跳加速的挑戰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只要有興趣想要克服這些挑戰的話 就算打破重練 你也不必感到害怕 因為這樣子的過程讓我覺得 你有成就感 嘿各位 非常感謝你收看我們今天 努力代表專訪的預告片 千萬別忘記 你可以在任何你收聽Podcast的地方 訂閱 Girl Power Talks努力心聲 記得鎖定我們這周五 早上11點準時播出的努力故事 好啦 那我們這周五專訪上見囉 Bye